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时候依贼在同学家第一次接触到了红白机 一下子就迷上了 回到家就向父母提出想要一台 但是那时候一台任天堂要两三百块钱 依贼的母亲告他 他们家的存款总共也就一百块钱 父母两个人的月收入加在一块也只有几十块钱 然后就是后来有一天 周末去我奶奶那儿 有奶奶那会儿住那个干家口 增光路北京啊海淀去 然后那天呢没先去我奶奶那儿 直接就坐工具车在干家口下 吹我爸就带我去干家口商场了 那时候一个百货商店 其实每个百货商店都有那种卖游泳机的柜台 就那个玻璃柜里边啊 就是柜台里边摆的都是黄色的卡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这种年龄段的这些小孩啊 特别能吸引我们 但凡有人跟那儿买卡 可能都想办法停下来去看一看 然后去凑一凑 然后看他买的是什么 他玩的时候试玩的时候 哎 看一看 多看一眼这个游戏画面 反正特别羡慕那样的小孩 然后到那个柜台 我不知道 我爸有带我去干嘛 那我也不敢多问 就是那种小孩心里 我问多了一生气不买了 到那以后呢 然后看那个游戏机 然后我爸然后就是说 那个你看这个游戏机 然后跟我说 然后让服务员拿了一个游戏机 你想特清楚是马卡龙蓝色的 就是现在比较流行马卡龙蓝色的这个机身 然后两个深蓝的手柄 你十字键白色的 然后只有一个按钮 然后呢拿出那卡呢 插上我看那卡也不一样 黑色的 我当时反正觉得 反正也还可以试游戏机 然后那个我爸说再买了盘卡 一共120块钱 EZ的父亲沉默寡言 父子俩很少有沟通 EZ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敢问过爸爸 当年为什么突然带他去买游戏机 很多年之后 EZ才知道 爸爸给他买的这台游戏机是1977年产的亚大利2600年 装载的都是非常老的游戏 这是当时他们家唯一负担得起的游戏机 对于这样一台落后的游戏机 EZ肯定是不满足的 所以还是会时不时的偷跑到同学家去玩游戏 我爸从来没管过这事 也从来没提过这些事 就是你不许去谁家了 你不许再玩游戏了 你不许那什么 就是你注意你学习 从来没 就一个字都没提过这些 就有一年我印象特征 五年级了应该是 然后次那会儿 就是单位他们出差 然后去海南 一个多礼拜吧 反正回来 然后就是拿回一堆水果来 回来以后 然后我就在客厅那屋 就一直翻看水果 然后我爸就在那屋 我说这个也是给你的 然后赶紧跑过去看 我当时就傻了 就是我心里其实说了一句 就是 卧槽 就是真的是这种激动的 卧槽 这惊了当时 打开是什么 是游戏机 带把枪 带两盘黄卡 两个手柄 我一看这 这是玩黄卡的 这是FC啊 这任天堂啊这是 然后我说了一句 但是我当时给我的东西 我得有所表示啊 我得 我不能 啊行 不行啊那不行啊 这是我很激动啊那些 然后我就想半天 我说了一句 哎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就现在想想 我为什么要说这一句啊 但是确实是当时内心就是 盯着一声啊 就是当了一下 心里 我就不知道说什么 有点激动 从此 一贼终于拥有了 属于自己的任天堂 但是他的父亲 这次仍然没有对 一贼过多的解释 他会在儿子幸福的玩游戏的时候 沉默的陪在一边 我呢一般都是做一个板凳 在这个沙发和电视之间玩这游戏 我爸呢基本就坐沙发上 只要他在家的时候 现在想起来 就在我们家那个地啊 就是是一个水泥地 然后我们家大衣柜 那个组合柜 然后一个18寸的 一个牡丹牌的一个电视 球屏的插上这个 那会儿游戏机都不是插这种接口 都是直接插天线那种接口 插上以后 然后我爸坐那沙发 然后一瓶啤酒 搁在桌上 点着烟 那会儿我爸跟家里就抽烟 不在乎有孩子 然后我就坐一板凳 一直跟他玩 玩玩玩 然后我可能回头看一眼他 然后我会发现 他一直看着屏幕 一直盯着这块 没有语言交流 然后玩 打破这种沉静的 基本都是我妈 赶紧吃饭吧 吃饭了 做完了 做完了 吃饭了 洗手吃饭 别玩了 一天到晚就知道玩 然后直来收场了 这件事 我印象里 就是有时候他也会 对我的游戏 发表意见 就是巴昂大陆 三国志 二那种策略游戏 其实说实话 他比较喜欢那种 比较直观的一些的游戏 动作雷达之类的这些 你像 就是 昏豆罗之类的 这种比较直观的 朝廷玛丽 之类的这种 他会比较感兴趣 去看后边到底是什么样 我能感觉到 包括那个 有时候我玩 俄罗的方块 他也说 你这个不应该放在这 就是高手指点了 这些东西 就是在那一瞬间 可能是个朋友的感觉 你知道吗 他分享这些东西 就是你看我玩的这些 或者怎么样 有这么一种感受 现在想起来 想起来这些 其实还是 我跟他有这些经历 而这些经历 还是很生动的经历 很立体的这个人 出现的 而不是简简单单的 一张照片 他长什么样 更多的是跟我的一些 就是我们俩 相处过的一些环境 之类的这些 就是因为那会上 初中的时候 我就是不再家住了 我去那个 我老大上学了 我从海淀区转学 转到宣武区了 然后呢 我每天从海淀区 去那个宣武区上学 太远了 那初中 骑车太累了 然后住我姥姥家 一礼拜才回来一次 没礼拜回来呢 走的时候 我爸都是 其实还是我能看出来 假装无所谓 然后也不看我 然后那个 就是看上电视 但我觉得耳朵 一直听着我这块说话 然后等着 然后偷偷的 给我点零花钱 之类什么之类 然后这些 然后我其实有时候 心里也挺难受的 就是我也就是 就是那会儿是 我妈跟我接触多 我妈老去 盯着我学习什么的 但是 但是我跟我爸这块 就没有这些 因为我们俩交流 其实并不多 其实现在看起来 就是男性和男性之间 可能说的东西会少一些 更多的就是 就是身体力行方面的东西 可能会多一些 包括一些 等等等等 因为上学的时候 我买了一个 那个 Gameboy 然后后来有一天 回家周末 我就走 走之前 然后我就觉得我爸 特可怜 你知道吗 坐在那 我爸也就是不说话了 就是特别那什么 感觉就是反正 又要走了 又见不着了 那劲儿 然后本来呢 我兜里 就是包里揣着游戏机 是我平时玩的 你知道吗 后来想就是 就是趴我拿着来 我爸你要不玩这个吧 就跟就跟那个 我爸给我买游戏机似的 我想让他高兴高兴 那劲头的 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 补偿给他的 因为我要走了 我说你玩这 这鹅子方块比那个 好玩 比以前玩那个 这能换卡 你能拔了 你才能玩别的 我说行 挺高兴的 然后接过去了 但其实后来玩没玩 我也不知道 成年之后 和大多数子女一样 异贼的世界更广阔了 他也有了自己的生活 他和父亲之间 本来就挺沉默的交流 变得更少了 直到三十岁左右的一天 他突然发现 父亲老了 在有一次 那个带我爸 过那个马路 南里市路那个马路 我发现我爸那个 就是 又不知道 就跟小孩似的 过不了这马路似的 就是很谨慎的 踏出一步 又迈回来了 然后那种 过不去 我说走啊 这赶紧过啊 但这是小时候 他带我过马路的时候 因为我爸不是那种 就是 就是我说 他走路都不会了 之类的 但我觉得 那次以后 我觉得他老了 真的老了 我儿子三岁生日过 那第二天我爸去世 前一天一点事都没有 一起过的生日 第二天呢 然后当天晚上就去世 最大的遗憾 可能还是跟他待的时间太少了 跟他说的话太少了 因为 怎么说呢 父子时间还是有些代沟的 但是后来想起来这些 其实真的应该多陪陪他 其实不叫陪 就跟他在一块待着 哪怕是我跟家躺一天 他跟家那个坐一天 我们俩没事说那么两句话 也说不了几句 但是这是在一块的时间 这个世界里只有就是我们家里人在一块 其实这些我还是真的是比较后悔 就是遗憾嘛 不能说是后悔 我觉得没有什么后悔的 就是遗憾 去年看那个徐梦环游记 就到最后的时候 我真忍不住了 就是 我不夸张啊 我真是嚎啕大哭算不上 但是我是哭 我不是抽气啊 或者是悲伤 我是哭 整个电影告诉我 我觉得告诉我一种方式 人家一种活的方式 就是他们定没有走 他们还在 只要你在那些点点滴滴的 你记住他们 他们永远都在 都陪着你 只不过你看不到他 怎么说呢 就是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我觉得 就因为我没忘了他 他还在 就是 只要我不忘了他 他真的是有可能 还会就是 还会回来 依在如今仍然喜欢玩游戏 他一边玩 他五岁的儿子 就坐在一边看 这个场景就像 昨日重现一样 就像二十年前 他坐在电视机前的 小板凳上 他的父亲 就坐在背后的沙发上 因为我玩游戏 有一游戏的一沙发 然后还有一个脚凳 一般我一人玩的时候 我的姿势比较舒服 他来了 基本上就是 他坐在沙发上 或者晚上躺床睡觉的时候 坐在我边上 玩掌机的时候 他去看一看 看十分钟 每天这十分钟 完了以后 去做这些 他坐在那看 我更多的 可能没事 我就问 你害怕吗 他说不害怕 这些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都是电视 因为他不会去玩这些 他没法操作这些 他就会看着我这些 告诉我 这块你用箱子 你没拿 这个东西 你说要升级一下这个 你小心这个门后有人 然后他会跟我提这些意见 这些点点滴滴的这些东西 可能未来他们会记得我 当我去世了以后 他们想起来 我跟我爸玩游戏的时候 他告诉我 这个叫塞尔达 他告诉我这个门 这块 他问我害怕不害怕 就是这样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亲历者自述》的声音节目 故事FM 我是主播爱者 本期节目由梁科制作 声音设计 杨帆 学习生 杜瓦松 有的朋友反映说 在微信上 听音频节目不太方便 其实你可以到 网易音乐 蜻蜓FM 和苹果的播客上 收听故事FM 我们会在这几个平台上 同步更新 当然我们的主要平台 还是在微信上 所以如果你要听到了 今天故事之后 有话想说 欢迎在微信文章下面 给我们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把它转发到你的朋友圈 就是对故事FM 最大的支持 谢谢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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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